荣耀发财快保 大仙什么都知道 要想中路玩的好 克制链关系得名谣 只要英雄选的妙 上分路上没烦恼 本期带给大家了解一下 热门法师克制关系链 对面拿波子火舞 我们就选海鱼 无论是清线速度 还是消耗能力 海鱼都胜一筹 二技能不仅为自身 提高高额护盾 还能打出眩晕效果 比较克制的博武进身 只要开团时留好大招 博武进场直接拉 进到了幻影 就是海鱼的赌场了 对面若是拿海鱼 我们就选女娲 被动超高的视野 让女娲可以在靠后的位置 安全输出 很难被海鱼突脸 就算不小心被拉到 女娲的一技呢 也能迅速拉开距离 脱离海鱼大招的范围 那如果是队友被拉进去了 可以提前在他周围放好方块 等他出来 一技能接控制补个大招 基本上是稳杀的 对面拿女娲 我们就可以选貂蝉 貂蝉很喜欢打这种 没有硬控的法师 只要二技能连到 就算女娲貂蝉也跑不掉 最难受的是 好不容易发育到后期 幻想着一个大招打出爆炸伤害 结果貂蝉二技能无法选中 瞬间就感觉天塌了 对面拿貂蝉 我们可以选上官网儿 网儿出了魔道之时后 一套连杖 打完补个技能 伤害足以秒杀大部分脆皮 而貂蝉结被动需要时间 在前期坦度不足的时候 很容易被网儿的高爆发带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中后期尽量等貂蝉 技能空窗7再进场 那对面拿网儿 我们就可以选张良了 正所谓你强认你强 我只玩张良 打招一按 管你什么花里胡哨 操作再秀也是徒劳 这个英雄不需要守法 只要队友在身边 看见网儿直接去按就行 等到中后期做魔女 就和射手一起抱团 手里捏着大招 网儿很难起飞 对面拿张良 我们就可以选墨子了 墨子的二技能 可以远距离打断张良的大招 让他直接原地罚战 团战时候 可以后手接团 打断张良控制 然后一闪 凸脸开大 对面很难反制 对面拿墨子 我们就可以选米莱迪了 这是因为墨子本身 倾线能力较弱 离得远了吃不到经验 离得近了 还会被米莱迪机器消耗 到了四集以后 就会出现墨子没摸到人 反被米莱迪一个大招秒的情况 关键是 米莱迪机器人 可以挡住墨子的二技能 用来反制墨子成的好用 以上就是中路 目前比较热门的英雄克制链 除了讲怎样 你们还知道哪些英雄可以克制米莱迪呢